VIO就在剛不久正式發布了iQOO8系列 然而接下來會迎來發布的新品將是VIO X70系列 作為VIO的旗艦機型,X系列的設計和配置也都比較領先 而目前該機的相關信息已經確定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VIO X70究竟會是什麼樣子 VIO X70將會採用全新的外觀設計方案 在新機的正面設計上將會採用中置挖孔的全屏設計方案 同時屏佔比也是十分高 屏幕參數方面,VIO X70 Pro將會搭載2K 120Hz刷新率 這塊屏幕同樣三星提供 還具有三星的E5發光材料特性 這也使得新機的體驗更進一步提升 尤其是打遊戲時將會呈現更加出色的使用體驗 在新機的背部設計上 VIO X70系列將會採用矩陣試射組合 試射的布局也和當下的設計有一定的相似度 不過在於排部方案不同 新機背部繼續提供多款材質材料 包括磨砂玻璃和皮革材質 這也使得X70系列的握紙手管會更加出色 配置方面,VIO X70系列並沒有搭載此前傳聞的 連發科天機1200處理器 而是搭載三星的Exynos 1080處理器 該處理器採用了5nm的製程工藝打造 跑分在62萬左右 性能處於行業的終端水平 應對日常主流應用問題不大 不過從之前的反饋來看 三星Exynos 1080處理器發熱現象 還是有些明顯的 所以說,VIO X70實際功耗控制非常值得關注 希望VIO能在功耗方面有所優化 值得關注的是該機將支持內存融合技術 在運行大型程序時會表現得很輕鬆 至於重重組合,起步將會搭載8加128GB 最大提供12加512GB的重重組合 在鏡頭方面,這次應該是VIO X70的主打亮點 其後置5000萬像素主攝的AI相機組合 主傳感器擁有1.3分之1英寸的大感光元件 相機參數組在了行業的系列 支持超廣角、微容台、微距、光學防抖等功能 拍照模式也是較為豐富 強大的拍照參數加豐富的功能 VIO X70拍照實力值得期待 另外按照知名數碼博主的透露 除了明顯升級的影像功能外 VIO X70系列有限虧充功率 也從前代的33W升級到了44W 充電速度有了小幅提升 最後至於發布時間 全新的VIO X70系列將在今年9月份正式發布 目前距離新機發布時間也不遠了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